大家好,我是Pricilla 今天我们来到了多伦多北郊万景这个城市 一个最大的华人购物广场 叫做First Markham Place 第一万景广场 那么现在仍然在疫情期间 所以大家可以可能看到没有太多的车辆 但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地方是停车位都一味难求 今天我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 如果您已经想好了要移民加拿大的话 多伦多跟温哥华这两个城市 应该怎么选择 那我们待会边走边聊 多伦多和温哥华 无疑是国人最熟悉的两大加拿大城市 也是大多数移民定居的首选 这两个城市都吸引了大量的移民 非常包容、友好和多元文化 而且也都曾经多次入选过 国各内世界最宜居城市榜单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很有相似之处 但其实又大相径庭 究竟如何二选一呢 我们先来看看温哥华 首先比起多伦多 温哥华离祖国更近 相比从多伦多回国的 14个小时飞行时间 9个小时无疑要豪人很多 思乡情节重的话 温哥华是更方便的选择 温哥华是座美得让人惊叹的城市 它背靠着轻松雪岭的洛基山脉 面临浩瀚蔚蔚的太平洋 蓝天白云下是参天的红山林 云雾缭绕时又能欣赏若隐若现的港湾 没有人会不被它的美折服 温哥华又是全家最暖和的城市 当东岸的同学们还在瑟瑟发抖地 产着最后几场雪时 如云的樱花已经开变了 温哥华的街头巷尾 它冬天不仅较短 平均0到5度的温度 也让许多国人感到毫无压力 温哥华据说拥有 全球最棒的港式粤菜 得益于早年大批定居于此的香港同胞 但正因为它优美的环境和宜人的气候 温哥华受到了世界各地富豪的追捧 那儿的独立屋 国内也称作别墅 价格是全加拿大最贵的 华人钟爱的温西 经常能见到四五百万加币的房产 甚至上千万加币的别墅 也并非罕见 尽管最近几年受到了当地政府实施的 两次海外买家税 第二次加征到了百分之二十 和空置税的影响 价格有下行的趋势 温哥华的独立屋价格 仍然让多伦多望其向背 而我自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多伦多作为新故乡的理由呢 是因为它是一座朝气蓬勃 富有活力的城市 与温哥华一样拥有庞大的华人群体 同胞们能够如鱼得水的生活之余 多伦多更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市 国家的经济中心 多伦多股票交易TSE 是全球第七大股票交易市场 不仅加拿大五大银行 和众多金融保险机构的总部 都聚集在多伦多 全球高科技巨头也接二连三地把 二总部和重要分支机构设在多伦多 相比产业内行集中在零 矿业和旅游业的温哥华 在金融和IT业的带领下 多伦多的就业市场则丰富多样许多 更何况城市规模 多伦多本就是温哥华的数倍 正因为如此 多伦多在吸引新移民方面 是当仁不让的全国No.1 近来每年进入加拿大的 三十多万新移民中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择安家大多伦多地区 而新移民的到来 不管是为劳动力市场带来的补充 还是释放出来的安家消费需求 都强有力地促进了多伦多经济的发展 所以如果您已经实力雄厚 处于后财务自由 移民后能直接进入退休状态的 那么温哥华能给您最优美的生活环境 而如果人到中年仍然需要为家庭奋斗 又或者还有一颗火热的心 要绽放自己职业生涯第二圈的话 多伦多会是您的战场 因为一方面工作机会多伦多更多 新移民可以较快找到工作 实现真正意义的安家 另一方面 温哥华高昂的生活成本 特别是房价 使享受美景的代价相当不菲 指出不进我能坚持多久 是移民前要问自己的问题 特别是想去温哥华的朋友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周一我会继续讨论 加拿大新移民如何选房安居 下期视频再见 下周一我会继续讨论